民众骑车呼啸而过 这个场景是在中山公园 都说了公园不能骑车进入 踩走了一台 这边又有民众大喇喇的将机车给骑进来 光是我们到现场拍摄 就看到了三台摩托车违法进入 民众将机车骑入公园的行为 让到公园运动散步的民众感到很不安心 因为以前骑进来 有一次差一点就被撞到 这边没看到我都会最好 这是安全问题 都方面都好 其实早餐今年的4月起 县政府就宣导七机车 不可以骑进屏东市51座的公园 围着要处500块钱到1万块钱的罚还 但是尽管县政府一再的宣导 成效仍不佳 因此8月11号起 要严格的进行拍照取缔 我们不要把机动车辆 就进入我们的公园区或是人行步道 那如果进入的话 我们在短期内呢 就是在8月11号以前 我们会先会做一个欠导的一个工作 那经过过了8月11号以后呢 我想我们的管理员呢 就会来进行一个矩阵的一个动作 那矩阵完以后 我们就会开立 开立处分书 那处分的一个 划缓的一个限度呢 是在500元到1万元以下 县府表示先前因为屏东县公园自制条例尚未订定 所以当时只能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开出600块钱的罚单 采取现场拍照举证 再交由警方开出罚单的方式来处理 不过现在公园自制条例已经订定 未来违规者可以出500块钱到1万块钱的罚还 看看能不能把整个公园的品质 能够再度的往上提升 那所实施的范围呢 大概就是我们的屏东的中山公园 劳工公园 千禧公园 还有屏东市所管辖的相关公园 屏东市公所所管辖的相关公园 还有我们的那个和平公园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先来 先对屏东市的这些相关公园来做一个实施 那另外在屏东市以外呢 有邻落应东公园 会一并来纳入这一次的一个实施的范围 未来县政府将派记查人员定时的巡逻 也欢迎民众协助举证 但还是要呼吁民众养成遵守规定的习惯 发挥公德心 让民众在公园内可以没有顾虑的运动休闲散步 评论新闻 蔡立花 吕壮豪采访报道